他現在是穿自己的戲服 還是穿自己的衣服 因為他的戲服跟自己的衣服 一模一樣 就是 洪哥你這個拖鞋要我自己的 是你會一樣喔 導演就跟我講說 你就把它當作是 你真正很喜歡的一個女朋友這樣子 在無時無刻都非常的呵護 跟照顧彩香 其實還蠻難的 其實 他的演技自然到 你會覺得 你真的在跟一個情人講話 好真實的一個人 就是好真實的一個 60歲的叔叔在我面前 他為了愛很努力 那我這樣一個我爸上 可以何德何德得到這樣的愛 翼哥的那種愛要感動到他 他只是希望彩香能夠開心而已 對他來講 他應該是有接受到 只是一直遲遲都沒有接受這樣子 好噁心 這噁心怎麼這麼大顆的 第二季的花龜小樓是延續第一季 戲劇的走向 兩個人一起創業 然後兩個人一起把別店做得壯大 但是在第二季最後呢 花龜會知道 其實小歐要的不是這個 花龜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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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個望恨負義的傢伙 本來感情很穩定 然後 餅店也發展得很好 就覺得自然而然好像要走到結婚這一塊 那沒想到在結婚的 婚禮當天 出現了一個不速之渴 她們真的不是家務雞 她們真的不是家務雞 她們看 吃掉了 吃掉了 你看 比她這麼廢 又沒錢 也沒事業 居然還有一個女人願意這樣照顧她 女朋友好好的跟她在一起 真的是天大雷劈 變漂亮了 她第一季好像比較胖吧 她第二季比較瘦 她已經完全融入在我們平常等戲的生活 就會發現其實她就是輸柄人 她已經不用演了 平常私底下等戲看到她的時候 我也是整肚子會那麼的擁抱